多州老教 国教一五七三 中央电视台 科教频道 战略合作伙伴 上世纪九十年代 吉安榆林镇的一个农民在山中踩身 无意间闯入了一个巨大山洞 由此揭开了吉安喀斯特洞穴的独特绅士 溶洞位于榆林镇西北的群山中 洞庭开阔 暗河流动 十损 十连 十慢遍布其间 宛若虚幻缥缈的地下宫殿 据地质专家考察 在这附近的山中 还分布着数个相通的巨大溶洞 因过于深邃 至今都没有勘察完毕 太平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 碰撞之后 是我们吉安这个地区地块溶起 胎生地下水溶石改造 形成了目前这种溶洞 在咱们北方形成目前这种规模 还是非常罕见的 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的大型溶洞 集中出现在吉安 让人在北国边疆感受到浓郁的南方气韵 近代地质学家考察 还原了这一沧海桑田的变化过程 在长白山区的地壳活动期 老岭山脉随之高耸挺立 鸭鲁江断裂带河流汇聚 冲击出江畔平原 吉安的地貌得以形成 独特的小气候区也随之呈现 吉安市是吉林省年平均气温最高的地方 达到7.5度 也是吉林省年降水量最多的地方 年降水量在900毫米以上 年无双期达到152天 也是吉林省年无双期最长的地方 老岭山脉贯穿吉安 阻遇住了北方的冷空气 鸭鲁江暖湿气流顺江直上 增加了降水 一山傍水的吉安 成为春风早度秋霜晚至 夏无酷暑 冬无严寒的东北小江南 天空开始变得高远 月亮从灼黄变成冷白 金黄的行道树是阳光和这银杏树叶的颜色 这便是吉安十月的秋天 在吉安多彩的秋天里 银杏的金黄是这座城市最名利的色彩 银杏最适宜生长的纬度是北纬三十度 而吉安的纬度高出了十多度 已经到了银杏能生长的北部最边缘地带 因此本世纪初 吉安选取银杏作为城市行道树 曾被认为是一种冒险 而如今十多年过去了 银杏的金黄成了吉安秋送中最优美的韵角 美国风貌江南气韵 吉安独特的气候特点 孕育了吉安人粗犷与细腻兼容的性格特质 也创造了吉安大气与精巧并行的文化气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